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整个盘式里面 当外资一归对的时候 外资就开始卖 所以我们在礼拜六的节目里面 我们也跟大家说 台北股市不会因为礼拜六的下跌 这地方就开始出现止跌 因为外资还没有真正归对 还没有去卖全只股的时候 当这地方卖压一出来 全只股一下跌 老实说台北股市怎么在这地方会有止跌的机会 尤其当台北股时间大跌下来 连续两天大跌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到 目前台北股市呢 它已经让我看到什么 去测季线的支撑点 那到底季线呢 这地方是不是支撑 那我可以跟各位说 季线不会是支撑 为什么怎么说 因为你先从国际股市的背景里面来看 你会发现到 整个道琼指数啊 在礼拜五的时候大跌下来之后呢 它已经是破季线的关卡 那在亚洲股市里面跟台股呢 结构比较雷同的是南韩股市 你从南韩股市里面来看 你会发现到 南韩股市目前也是破季线的支撑 所以呢 当国际股市重要的指数都破季线支撑的时候 台股的季线 它不会是支撑 而且呢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电子盘 尤其在亚洲这个地方 期货的电子盘呢 目前还在续跌 所以呢 就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 你会发现到 整个外资为什么在这地方开始卖压会加重 那是因为国际股市呢 目前都是呈现下跌的趋势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 整个新台币的汇率 也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 都是出现贬值的情况 所以呢 汇率的贬值到目前为止来看 这地方出现贬值的话 那代表着说 外资这地方啊 它不卖都不行 那我觉得在这个盘式里面 我们在8月份以来 我们就给各位一个避险的观念 我们希望各位 赶快把手上的现金 股票呢 去换现金 最起码就算你今天不做避险 你把整个持股换现金 对你而言 那是最好处 就是最有利的一个方式 因为台股目前是在灌压全职股 可是呢 你要记得喔 OTC相关的特股在这地方已经有很多股票 它在这个时间点呢 已经出现很明显的一个跌势 所以呢 反而在这地方你要特别留意的就是 OTC的个股 在这地方如果跌势的幅度够大的话 反而有些股票呢 它会面临到整个融资追缴的问题 这东西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从今年6月1号开始 融资维持率从120提高到130 再加上是10%的一个环境里面 所以呢 多跌个一两天的时候呢 整个那个融资断头的卖压就会开始浮现 所以呢 在这个盘是到现在为止了 你们发现喔 为什么这个盘 它这个地方呢 季线它不会止跌 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跟他讲过 因为如果说我们从台股的技术面来看 目前越季线喔 这个地方的差距它越来越小 从之前越季线是上涼的情况之下 目前越季开始走平 而且这个地方下跌下来的时候 越季会下痒 季线上涼的情况之下 之前我们跟大家说喔 越季线的死亡交叉 会落在中秋过后 而且中秋过后呢 到底9月20号 美国会不会升息 就是市场上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 不管美国升不升息 10月份还有意大利的选举呢 到时候对全球股市都是充满的变数 所以我要跟各位说啊 这个盘到现在为止呢 你一定要懂得逢高去做卖股 或者是做卷空的动作 那到底要怎么去做卷空 怎么去做避险 那各位 可能有些投资朋友 这地方他不太会去做卷空的行为 那我要建议各位啊 有的时候 市场一定有多有空嘛 其实你做股票 大部分人都是习惯先买 后卖 那做避险的动作呢 是先卖 然后呢 再去做后买的一个动作 如果你不会去做避险 我是希望各位你要多学习一下 因为股票市场里面一定是有多空 那有的时候呢 你空个一张两张 我觉得对你而言 那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反而这地方 如果说你这地方不会去卷空的人 你可以稍微试着学习 怎么去空右肩 什么叫右肩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 高价一点的个股 400联合块我们去空联雅光电 联雅光电到今天为止 已经来直接剩下多少 320块 也就是说一张股票呢 到现在为止你可以赚了80块 80块也代表说一张你可以赚8万 再仔细来看 比方说4935的茂林 这类型的个股 当初我们在92块6附近我们去做卷空 到现在为止只有73块多 这代表说这一波的别式下矮之后 到目前为止 再怎么做 你空在右肩 因为头部在这里 高点在这里 空在右肩 反而到现在为止 你的空单是大握全胜 最起码都超过两成以上 再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4916的世新科 同样的当初我们在48块卷空的时候 当天打到跌停板 它虽然稍微抗跌 可是呢 到目前为止 又有机会去测前低 所以呢 一个波段的跌是到现在为止 最起码都有两成 再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298的宏达电 101块我们卷空到现在只剩下81块多了 各位 一张也快赚了20块 一张就赚了快2万 所以呢 同样的是股票下跌 可是我的会员去做空 可是你这地方去做多 同样的是下跌的操作 到这个地方 你的操作方向是错误的话 你想想看 这地方的差距差了多少 同样股票下跌 我们的会员也是大赚 可是呢 你现在呢 却是在等节套 而且呢 有些个股再跌深一点 可能会有一些融资断头的一些疑虑在齐 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在节目里面说得很清楚 我要让你知道未来的一个情况是什么 老实讲 今天我们该会员操作 我们的会员要赚钱 当趋势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做一些避险的动作 我希望我们的会员在整个空方下跌的过程里面 我们能够获利满满 等到跌的够深 跌到底部形态的时候 我们再反手去做多 这地方你能够赚的是比别人更多 而不是说到现在为止呢 你持股一直套一直套 等到就算有机会做多的时候 你也只有在等节套 各位 你是要用钱去累积钱 还是说你一直在做一个等节套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这个差距就非常大 那当然有些头顿可能会 有些头顿可能去做卷空 有的时候呢 你不知道怎么去抓空点的话 有些人去空头部 空头部你去拆头部 我觉得这方式是不对的 所以我要建议各位 这地方掌握右肩的个股去做卷空 反而你的获利空间会非常非常的大 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4534的沁腾 这类型的个股 当初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去做放空的 空完两次跌停板之后呢 我们空单回补 拉高这两天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过 这地方的右肩又出来了 反而这地方又是一个卷空的一个机会 那这样的一个操作里面 比方说6238的胜利 同样的呢 近期又让你看到创破单低点 当初在276块附近放空的 到现在为止 我们会员呢 都是空单单算 所以呢 我要建议各位 目前这个盘是到现在为止呢 它不会就这么止跌的 因为空方的趋势出来了 你从整个外资所持有的个股里面来看 你会发现到 大力光它破际线 联发科它破际线 友达奇美全部都是破际线 当这些个股全职 重量级的全职股都破极限的话 也代表说 外资的卖压才刚浮现 所以你回头来看 为什么外资在整个选择圈的避险 高达将近有一万多张 一万多口的一个避险单子 是因为外资的避险动作 已经都开始出来 所以呢 这个卖压会越来越重 尤其当整个中秋过后啊 台股面临到期货的一个结算 到时候呢 空方的压力会更重 所以我要建议各位 这个地方 你赶快先把持股先做调节 然后呢 你愿意去做避险的 我们一个波段空单下来之后 我们的货力满满 等到呢 正在落底之后呢 我们有更大的资金呢 去做多 而不是说到最后 等到机会来的时候 你只是在等街套 好吧 那现在我们在布局的是 下一波 刚从右肩形态出来的股票 这里有两档高价 两档中低价的股票 依照你的资金 我会建议你去做一个 避险的一个动作 如果你今天掌握不到 这种避险的操作 而且你这个地方 想要现在空头先赚 等到多头机会来的时候呢 再赚的投资朋友 各位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我觉得 当空方趋势来 或者是多方趋势来 它都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只不过 头部跟底部 你一定要掌握得到 你才能够 赚得比别人更多 那如果说掌握不到个股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的法人操板室 谢谢 本公司以往直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